好的 大众请起立 请合掌 向佛菩萨行三问训礼 一问训 再问训 三问训 大众向指导法师及讲师 行问训礼 阿弥陀佛 大家请坐 今天很高兴呢 由 石师兄听我们讲解 戒贤大师 以及玄奘大师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石师兄 阿弥陀佛 好师父 各位学长阿弥陀佛 今天要介绍的是戒贤大师 与玄奘大师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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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心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阿弥陀佛 那今天的报告大纲呢 会以玄奘大师为主轴 玄奘大师的年苦 他的成长 西行取经 然后易经 最后做个结论 那这次报告 我主要参考的资料是 由法古文化出版的 杰出的留学生这本书 玄奘大师 他自由书上药所著 那今天报告里面 有一些从网路上面 截取的图片 若有侵权的话 请告知 一开始我们先来看一下 左边这个表格很熟悉 那今天主要偏重在佛法 东流的过程 去记载 第一部传入 中国的佛经是四十二章经 是在东汉明帝的时候 那从这个时候开始呢 一直到魏晋南北朝 整个佛法东流 也就是有很多范生 到中国来 或者开始有一些 中国这边的出家人 到天竺去 整个佛法东流的活动 可以说是风起云涌 陆陆续续有很多的佛经 翻译成中文 汉文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 慧晋南北朝之后的 纠摩罗什大师 那 中国这边的话 也有法显法师 有学印度 带回来一些 佛经 那一直到了 隋唐的时候 这整个佛法东流的区 是达到最高峰 那里面最具代表性的 就是玄奘大序 也就是今天我们要介绍的主角 那随着佛法东流 到汉地来 再传到福商及高利 也就是日本跟韩国 那印度这边的 佛教就慢慢的衰微了 好 然后玄奘大师 然后玄奘大师呢 西行取经 又到纳兰陀寺 遗址 借贤大师 以下呢 我们可以看 玄奘大师的年谱 玄奘大师这一生 大概历经了五个皇帝 水朝的两个皇帝 随文帝跟随阳帝 还有唐朝的三个皇帝 唐高主 唐太宗 及唐高宗 那我们 在接下来会分三个部分来介绍 第一个是他的成长期 也是在这个地方 接下来是他西行取经 也就是这个蓝色背景的地方 最后呢 就是他取经回国以后 进行异经的部分 一直到他入灭 玄奘大师 出生在随文帝 仁寿二年 也就是虚言六百零二年 出生在河南远之 那 随朝的两个皇帝 他在 魏晋南北朝时候 都是出生于 佛教世家 所以他们非常崇散佛教 据记载在随文帝 皇帝的任内 全国建了三千多个佛事 所以 玄奘大师可以说是 出生在一个 佛教风潮非常顶盛的时期 随阳帝大业十年 六百一四年 在洛阳出家 法号玄奘 改朝换代以后 高祖武德元年 也就是 十七岁的时候 与兄长 必居长安庄严寺 唐高祖武德元年 玄奘大师 二十一岁的时候 在成都受聚逐戒 然后在唐太宗 升官元年 离开长安 偷渡出境 展开他的悉行之旅 征官二年 抵达高昌国 征官三年 抵达加斯利罗国 学习一些小秤的经论 征官五年的时候 抵达纳烂陀寺 以止戒贤大师 全后学习了五年 征官十二年 跟随着圣军居士 学乏两年 征官十四年 做制恶见论 破小胜的破大胜论 征官十五年 参加曲女城的辩论大会 声誉达到最高点 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 启城返回长安 征官十九年 返抵长安 带回经论六百五十七步 在洪福寺开始议经 所以他整个西行的过程 九十七年 征官二十年 跟弟子遍基 赚了大唐西域记 而且开始翻译 于且师弟论 征官二十一年 把老子的道德经 还有大乘起信论 翻译成为 梵文送往印度 因为大乘起信论 原本的梵文本 在印度已经不见 征官二十二年 于且师弟论百个一晚 以价值恩赐 继续一经 征官二十三年 亦色大乘论 高中永辉三年 在慈恩寺旁建大宴塔 安置带回来的佛经佛像 显庆三年 喜居西明寺 显庆四年 宜居玉华寺 亦成为师论 龙塑三年 完成 大波尔经六百卷的翻译 耗时三年又十个月 林德元年 也就是公元664年 二月 市集于御华寺 享受六十三岁 我们短短的 一个page 就把玄奖大师 辉煌灿烂的一声讲完了 所以有时候想想像我们一般 平凡的一声 有时候也不用太计较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成长 玄奖大师呢 俗姓陈明一 生于公元602年 十岁的时候父母双亡 他就跟随已经出家的二哥 陈述 法号长节 住在洛阳的净土寺 学习佛法 那玄奖大师呢 也就是出家前叫陈一 从小就很聪明 那有一次呢 他父亲为他 他还有他三个哥哥 讲 争旨必习的故事 那古代的人没有椅子 都是洗地而坐 也就是在 把席子铺在地上 坐在席子上面 那 有一次孔子在教学的时候呢 提出问题 要曾子回答 这时候呢 曾子呢就站起来 站到 退到一旁 双手下垂 恭恭敬敬地回答 孔子的问题 那这就是 争旨必习的故事 陈一的父亲就问他们 听明白了吗 他三个哥哥都说 明白了 他就只有陈一 站起来 退到一旁 整理了一下他的衣服 恭恭敬敬地回答 明白了 所以可见他从小 这个悟性就不得了 那在他13岁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隋阳帝 要 等于说国家考试啊 要录取27名 僧人 那那个主考官 叫做郑散国 他在考场外面 就看到有一个小男孩 在那边晃来晃去 他就问那个小男孩 也就是陈一啊 你是不是想要出家 陈一回答 我是想啊 可是我年纪太小了 不符合资格 而且我亲近佛法才不久 那这个主考官 郑散国又问他 那你出家想要做什么 陈一回答 亦遇远照如来 静光以法 也就是负担 如来家业 郑散国看 哇 这个小孩 看起来骨骼轻奇 去宣航 那谈吐不凡 所以就破格 让他也参加考试 而且他就入学 那这个 郑散国就跟他们同僚讲说 嗯 这小孩将来 必然是法门龙像 能光大佛法 不过我们年纪大了 可能看不到这一天了 那 陈一呢就政治在静土寺出家了 出家那时候还是个小沙咪 因为才13岁发明玄奘 那从此就开始 听经文法 听念盘经 学大 设大成论等等 那一直到了 隋朝灭亡 他跟哥哥 就离开洛阳 到长安 那局势还是动荡不安 所以他们就辗转到了程度 那一路上他当然也是学习各种经论 那等到年满20岁 也就是他虚岁21岁的时候 在成都的空卫寺 受巨族界 那底下呢 他在21岁到25岁间呢 就是学习各种经论 那他也开始在外面讲经 第一次是在荆州的天皇寺讲 设大成论 那由于他仪表堂堂 口才很好 然后见势不凡 所以他讲经 其实是很受欢迎的 那很快的他就是在 在唐朝 就是长安那附近 声明大照 不过这个玄奘大师 他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好觉不见 纵然说他自己本身 佛学的修养已经很深厚了 但是他只要听到 就是说哪边 有哪位高僧 对哪一部经 非常的深入 或者有研究 他必定不辞心脑的全去学习 所以他陆陆续续跟随 大概有十位以上的 高僧大的学习经论 那他参学期间 其实他还是觉得说 好像没有办法很究竟 而且 那时候的佛经就是 主要就是魏晋南北朝 那个时候 有些是天主那边的疯人 带过来翻译的 那有些是汉人翻译的 所以翻译的水准 撑吃不起 那有些时候 不同中派之间的见解 深浅不一 而且不一致 他觉得很困惑 那正好那个时候呢 他有遇到一位 天主来的范生 那那个范生呢 就建议他可以到天主去 跟 那烂陀寺的住持 谢贤大师学习 于且师弟论 范生大师一想 对啊 我现在读的都是翻译本 应该去读一下原文书 所以 就起了这个念头 然后找了几个 有事之事 一起上表到朝廷去 说要去 天主那边留学了 但是那个时候 唐太宗刚即位 然后边境比较动荡不安 所以他实施了禁边令 所以他们的申请 就被打了回票 而且那个时候 唐太宗还 请玄奘大师 驻庄严寺住持 那他婉拒了 那这时候 他可能也想尽各种办法啦 看他还是没有放弃 因为其他人都放弃了 那正好那个时候呢 长安附近闹饥荒 所以朝廷就允许 灾民出城 自由去觅死 那玄奘大师 就趁着这个机会 出了长安城 那接下来就是他 西行的过程 他出了长安城之后呢 沿着秦州 兰州一直到梁州 其实他一路上都有贵人帮忙 要不是遇到 刚好要做买卖的商人 一道同行 不然就是遇到 佛弟子的帮助 那一直到了梁州呢 梁州那边有些 人认出了玄奘大师 所以就热情的邀约 他在这边讲经 那他这样一讲 不讲则一讲 造成轰动 讲了一个月 那也惊动了 梁州这边的主事者 就找玄奘大师去问 发现说 他真的是要到天主去 那这个时候 他跟曹廷回报 曹廷就出了一个公文 等于说他 玄奘大师是偷渡出来了 对 然后来他又是借着 佛弟子的帮忙 偷偷的离开了梁州 到了瓜州 那在瓜州呢 也是遇到有贵人的帮忙 告诉他说 这个玉门关可能要绕过去 而且玉门关外 有四个风火台 那时候因为边境 不安嘛 所以他有 设了每个一百公里 设了一个风火台 所以他必须想办法 绕过这些风火台 玄奘大师有受到 其中几个人的帮助 又给了一张地图 告诉他你 绕过玉门关 出了风火台以后 哪边有绿洲 可以补给 你的一些饮水 那玄奘大师出去以后呢 结果迷路了 然后他随身所 西带的水带又打翻了 这下子没有水 然后前面是 八百里 漫漫黄沙 这个时候他想说 不行我要回去 补给一下 饮水 那回去了一下子 他就想到他 出发前 曾经立下了寺院 就是临向西天 一步死 向东土一步生 想到这里 他立刻就回头 也不关了 那就这样子一人一马 在沙漠里面 五天四夜 终于不知 就昏倒昏睡了 那半夜里面呢 好像就是有 听到天神在 护法神在呼唤他 说赶快起来 赶快起来 那玄奘大师突然 醒了过来 觉得全身清凉 那就带着马 骑着马就继续前行 后来那个马呢 就偏离了那个 主要的道路 朝着旁边的小路狂奔 一下子就找到了绿洲 这样子水源的问题 就解决了 好所以 玄奘大师就继续 一面 持着 观世音菩萨的圣号 度过这上屋 飞鸟下屋 走售的 八百里 慢慢 往沙路 那接下来呢 玄奘大师到了 伊吾这个地方 他到了伊吾呢 遇到了 在这边遇到 几个出家人 大家都很高兴 然后这个时候 刚好 高昌国的死者 正要回高昌国 见到了玄奘大师 赶快回去通报 因为他知道 他们高昌国的 国王菊文太 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然后 吉文太呢 派了大队的人马来接 就迎请玄奘大师到高昌国 原本呢 玄奘大师从伊吾这边 是要绕到往北 那 因为不好意思 因为高昌国国王 派了大队的人马来 来迎接他 所以他只好 等于说改了路途 我就到高昌国 那到了高昌国以后呢 菊文太热情款待 过了十几天 玄奘大师要出发了 那菊文太就是不让他走 就是说 你就待在我们这边 在这边我来供养你 就在这边红法好了 那玄奘大师看不行 就开始厥死 一直厥死到第四天 菊文太就对玄奘大师忏悔 就说不然这样子好了 那我就还是让你到天主去 等你回城的时候 要来我这边停留三年 那从现在开始呢 你在这边一个月 为我们说法 那我来准备一些 你后面行程所需要的一些 人员啊 或是资料 那玄奘大师呢 就跟菊文太 结为兄弟 在这一个月停留时间呢 为高昌国的人民 讲了人王般若禁 一个月后 带着菊文太为他准备的 人员 车马 珠宝 钱财 等等 而且菊文太又修了 很多的书信 为他未来旅程 所经过的那些国家 提供的礼物 就是帮他打点号 那依依不舍地送 玄奘大师继续出发 那玄奘大师去过了 驱之国 也就是 龟之 俊沃罗子的故乡 阿奇尼 然后在阿奇尼这边呢 接下来就是要 渡过高山 因为 玄奘大师从长安 一直到他的目的地 纳烂陀城 纳烂陀寺 其实最短的距离 应该是直线嘛 但是在这边呢 有喜马拉雅山 这边有昆仑山 这边是天山 所以其实 他是沿着 就是 思路前行 这个是在 天山跟昆仑山之间 到了这边呢 有所谓的天山之脉 就是冲林 那 这边都是 今年的冰天雪地 所以 他在这边 在阿奇尼 大概被困了 大概有一个月之久 从这边出发 那这原路是四千五千公尺的高山 所以 飞行的人员或是畜生 在这边折准大半 好不容易到了 拔路加 那也想把玄奘大师留下来 就是说印度那边很热 你就留在这边就好了 玄奘大师说不行 我此行有很重要的任务 所以大汉也是一样 帮他打点好 后面行程的一切 提供车马钱财 然后修出给沿路各小国的国王 一定要护送他到加币四国 这边是算印度的北京 所以玄奘大师继续往前行 那沿路 其实经过了很多国 然后这边列出几个 苏赫国 他在这边遇到了 专门休息小秤的慧姓法师 那也是跟他学习 那跟这个慧姓法师蛮投缘的 所以后来慧姓法师 也跟他同行 同行了一阵子 那这个富二国呢 号称小王舍城 这边又有很多的盛期 所以他这边停留了一段时间 又到了加币四国 是今天阿富汗的首都 这是信奉大成的一个国家 建陀罗国 就是今天的巴基斯坦 五左跟四心菩萨的初生地 那其实一路上 玄奘大师除了 巡礼圣基之外 就是一样发挥他好学的精神 沿途有听到 或是遇到 对经论非常有研究的 生人 他一定不惜绕路全去学习 甚至停留个一两个月 到加斯明罗国 今天的卡斯米尔 他在这边又遇到一个 生增法师 也是非常有修行的一名法师 好那我们很快的到了 就是到了那个 摩接陀国 也就是他的目的地 纳烂陀寺 王舍城 菩提喀亚都是在这个国庭内 那他到了纳烂陀寺呢 依止戒贤大师 那戒贤大师呢 他是承袭护法这一脉的 年轻的时候 就跟着护法大师 30岁的时候代表纳烂陀寺 去接受外道的挑战 大获全赦 所以一时就声名大赵 那很有名的故事 就是 谢贤大师大概在 玄奘大师来之前 20年 开始 就是他有所谓的风痴病 那每次发作的时候 那个都好像刀割火烤一样的痛苦 但是到了三年之前 又发作了 那这一次发作很严重 一直都不会好 实在是太痛苦了 所以 那时候戒贤大师就心想说 那我就 不吃不喝 让他自然的死亡好了 那晚上呢 他就梦到了 包括文书菩萨 米勒菩萨 观音菩萨 出现在他的梦中 跟他讲 你这样是自杀的行为不行 你还 你会得这个病 就是因为你过去 是当国王的时候 对人民不好 那你就是要偿还这个报 那你今生有个任务 就是三年以后呢 会有一个从芝娜 也就是中国来的年轻生人 要跟你学 你学师理论 你要负责传授给他 就是他那个时候 年纪也就是很大的 那他醒过来以后 不久 他的病就好了 所以他 这一次玄奘大师来 他非常的感动 就开始 因为他年纪很大 已经很久不讲经的 那为了玄奘大师呢 又开始 开谈授课 他一连跟玄奘大师 讲了一学师理论 讲了三遍 那玄奘大师呢 在这边也是 停留了大概有五年的时间 学习各种经论 戒贤大师呢 他 一个很有名的 他提出了三十教判 就是说 他认为 佛的说法呢 有分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呢 是讲生文法 第二个时期 是讲般若中观 那第三个时期 是讲为士 所以他 就是认为为士是最了异的 那其实在 纳兰陀寺里面 还有一派 就是中观派 那中观派的话 就是认为 第二跟第三十 应该是对调过来 应该是生文 然后再讲为士 那 波罗中观 应该是最究竟的 那这个论辩呢 从护法那时候 跟轻辩论识的 辩论一直到 戒弦大师 他那个时候 那纳兰陀寺 有另外一个 至光和尚 那其实 纳兰陀寺是一个 算是印度这边的 最高学府 他里面 常驻生众 有超过一万人 那每天 举办的讲座 超过一百场 里面呢 常书不只是佛经 其他举凡 英明啊 医方学啦 或是数学方面 各式各样的书籍都有 那 玄奘大师呢 在这边 就是 拼命的吸收 不只学习 佛法 对于 其他 英明啦 医方啊 甚至于 在这边开始 学习梵文 因为他将来 把经书带回去 就是进行翻译的动作 五年以后呢 全生大师 就游历各个印度 那时候整个印度 是分成 东西南北中 五个印度 他也花了好几年时间 游历 那 在这个游历的过程 一方面就是 拜访 各地的高僧大的 继续的学习经论 那一方面就是 循旅圣迹 那其中一个就是 跟圣君居士 学习佛法 还有一些英明等等 这个圣君居士也是 戒显大师的例子 那 过几年以后 他又回到 那兰陀寺 来 戒显大师就请他 也在这边开始讲学 那那个时候呢 在纳兰陀寺有一位 狮子光 他是专攻 波尔中观 就是学 中观百论 等等的 那个时候 他就是以 中观的观点 去博士为士 觉得说 博士讲的不对 那 玄奘大师呢 觉得说 这样好像不太对 不太好 所以那就做了一个 会中论 就是把中观跟 为士的思想 综合在一起 做了会中论 三千论 三千颂 呈给 戒显大师 获得认可 后来 施智光觉得 没有面子 他就离开 纳兰陀寺 那个时候呢 在印度 有婆罗们 做了 做了一部 破大乘论 那 很多的 小圣的 僧人 就是拿了 这个破大乘论 去跟 那时候 印度的 戒日王 讲说 纳兰陀寺里面 讲的那些 佛法 都不究竟 就是 他是举 破大乘论的 的内容 那戒日王说 好 那我们就请 纳兰陀寺的 高僧 过来 我们来辩论一下 那时候 后来 全帐大乘就过去了 戒日王呢 就安排 在屈女城 安排了 一个辩论大会 邀请了全国 18个国王 僧人 超过3000人 举办一个 辩论大会 那请 玄奘大师 讲 自恶见论 就是 玄奘大师 做这个 自恶见论 就是要博士 破大乘论的 那一连 18天 都没有人 能够来挑战 所以 一时之间 玄奘大师 声明大造 被称为 大圣天 解脱天 等等 那这个时候呢 玄奘大师 就是说 时间差不多了 他应该要 回国了 那各个国王呢 像谢日王啊 他们就是 留住 玄奘大师嘛 谢日王说 我们这边 有一个 无浙大会 每五年 举办一次 每次会举办 75天 那刚好 现在就要举行了 那刚好 玄奘大师 也有听文过 就留下来 那这 这个大会呢 就是把 博库里面 非必要的钱财 拿出来 供养佛法生 然后再供养全印度 的一些 除了佛法生之外的一些 穷人 那这个大会 共举办 75天 法会结束以后呢 玄奘大师要走了 那 像其中有一个 旧摩罗王就发愿说 玄奘大师 你留下来 我供养你 见佛事 一百座佛事 那玄奘大师 当然还是不行啊 因为我此行的目的 就是要把 佛经带回中土 因为唐朝的子民 还在等待佛法 那谢日王 眼见留不住 那也只好 一样准备了 旅程所需要的一些 车马 财务 依依不舍的 送别 一直送了 十几里 才依依不舍的离开 那送别 玄奘大师以后 其实 谢日王还是 一直觉得 若有所思啊 那过了三天 他实在忍不住了 就找了 跟一些人 轻重俭齐 又追了上去 追上玄奘大师 那又拒了一下 那 中序一别 那 其实真的是 依依不舍 谢日王 想说 那今天 我们这样 道别 不知道 可能这一辈子 再没有相见的机会了 玄奘大师 跟 介日王 大家都 泪流满面 依依不舍 离开 那其实 玄奘大师呢 就此 归途返回 长安 他返回 长安的时候 是贞观 十九年 拜回 佛 佛像 色力 跟经论 六百五十七部 那个时候 是西元 六百四十五年 那其实 谢日王朝 是在 西元 六百 四十九年 四十六年 也就是 玄奘回到 长安的歌 年就被灭了 那这之后 印度就进入了 列国 战乱的时代 其实在这边 有个故事啊 就是 玄奘大师 在印度 圣军居室那边 跟 居室学法的时候 其实他有一天 做了一个梦 梦境里面呢 他处在 纳烂陀寺 整个纳烂陀寺 欢烟漫草 有牛在吃草 然后呢 室的外面 是野火一片 火光通天 然后在他对面呢 有一座阁楼 楼上呢 他看到 文殊菩萨 在那边放光 他就想说 要找地方 要上去 就找不到地方 上不去 玄奘大师 就跟文殊菩萨 说能不能 拉我上去啊 文殊菩萨 你的任务 还没有结束 你的任务 就是要把 这些金赋带回 东土 但是你要快一点回去 因为十年之内 这边就会 发生战乱 那时候是 西元63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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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玄奘大师 回到长安以后呢 唐太宗 他最关心的就是要他把 他这一次行程里面 所见所闻 都记录下来 就是他处理战略的 思考 想对整个西域 还有印度做一番了解 所以他回来 所以他回来 就开始着手 由玄奘口述 他的徒弟 变基 徒弟 在征官二十年 就是隔年就完成了 大唐西域记 共十二卷 就是他这 西井十七年前的 所见所闻 好 那 从卷一到卷十二 你看这边 很多国 沿途实在太多国了 卷八跟卷九 分了两卷 介绍 摩接陀国 摩接陀国 摩接陀国就是 纳兰陀寺 也就是王舍城的 所在地 也就是 当初佛陀最主要是在那边说法 所以那边的圣迹 故事最多 那全书 总共讲述了 玄奘大师 经过的一百一十个国家 听到传闻的二十八个国家 以及附带提醒的十二个国家 我这个数量非常惊人 好 他在这边就是经过 如果以今天来看的话 中亚各国 吉尔吉斯 阿富汗 阿萨克 巴基斯坦 阿富汗等等 到印度 那详细记录了各国的地理交通 气候物产 政治 宗教信仰 语言文字 教育 刑法 礼仪 赴岁人文风俗 他这个旅途本身 其实就是困难重重 有沙漠 有高山 峻林 其实你还遇到很多绿林强盗 然后他还要记下这么多的东西 那他这一部大唐西域记提供的后世 考古学家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著作 最有名的就是十九世纪的 英国考古学家亚利山大 他根据大唐西域记 找到了古印度的陆野院 纳兰陀寺 古里加亚阿育王大塔 张奇大塔等佛教遗址 那对印度来讲 全上大师的地位也算是非常的崇高 因为印度这个国家 他的历史很丰富 但是他们对于历史的记录是比较少 所以这个大唐西域记 等于是补足了他们 西元六七世纪 他们印度还有中亚各国历史的一个非常好的参考资料 好 接下来这一页呢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就是说 玄奘 这一次到印度 这一次到印度 从中国这边生产的丝绸 透过这个丝路到中亚西亚 甚至到欧洲去 好 那这个基本上 玄奘大师的这个思路 这个中到北段原本是他要走的路 那因为在这边被高昌国的国王拦截 所以他就改道走这边 过了树叶城 然后从这边北印度 一直转进印度 那如果原本的思路呢 一直在往西行的话 会经过好像德黑兰 就是当当时在这边是波斯帝国 那今天就是伊朗的首都德黑兰 巴格达 就是现在伊拉克的首都 那这边就是西亚了 就通过 翻过高山 到达中亚西亚 一直穿到地中海 到土耳其的印式谈报 那这条思路呢 其实是 那个时候 一直到后来 欧洲西亚贯参 欧洲 西亚中亚一直到中国 甚至到日本韩国 一个非常重要的通道 贸易通道 那元朝的时候 马可波罗 来到中国 也都透过这个思路 玄奖大师 虚行取经 回到长安以后 其实他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 将这些佛经 翻成汉文 也是中文 那至于所谓的《易经》 它的历史 最初是汉明帝的永平七年 那时候汉明帝夜梦惊人 飞行到宫殿 所以他那时候派了 死者十二人到西域求法 永平十年 跟着两位印度僧人 迦瑟摩腾出法兰 回到洛阳 带回了第一部佛典 就是四十二章境 同时在洛阳 造了第一个 中国第一个佛教寺院 就是白马寺 那从这个时候开始 陆陆续续 两边的交流就越来越多了 包括后汉时期的安息国的 安序高大师跟岳子国的 支柔家使 灿大师 安序高最有名的翻译的经典 就是现在的佛作巴大人学经 那一直到西境的 出法护大师 后勤的旧摩罗斯大师 东晋的佛陀巴陀罗大师 谭卢士大师 谭卢士大师 灭凡经 唐代不空大师 这些都是泛僧啊 那在整个 《易经》的版图里面 一般有讲的所谓的四大易经是 修摩罗子大师 真理三丈大师 玄奘大师 跟易境大师 另外一种说法是把易境大师 换成不空大师 这两个是泛僧 这后面两位呢 是汉人 那年代 就是按照年代的先后来排的 《易经》的数量 我们可以来看 玄奘大师总共翻译了 75部 1335卷 如果以易经的数量 卷数来看的话 玄奘大师 这个1335卷 等于是其他三位加起来 这两倍还要多 可见的 玄奘大师的贡献 那以易经的内容来看 修摩罗子大师最有名的 应该就是 翻译波折宗观的中论百论十二门论 当然其他还很多 像我们现在最 最通用的金刚经 就是采用 修摩罗子的翻译本 还有小本的弥陀经也是 森帝山上 他主要翻的是一些 唯士 所谓的唯士旧义的一些 一些著作 所以 他又被称为是 社论中的主事 那玄奘大师主要代表性 应该就是唯士的一些著作 包括一些是帝论 等等 那他带回的东西又 称为唯士新义 那玄奘大师跟着他的弟子 就创了法相中 異性大师最有名的就是 吴长经 还有一些 讲戒的论等等 那这个易经呢 一直以来 有分成两种 一种是直译 一种是意义 直译的话 就是根据文字 直接的翻译过来 那他的缺点呢 就是 你直接翻过来 因为语言的不同 所以你翻过来的东西 比较尖色难懂 意义 意义的话是 根据他的意义来翻 不是主事翻 是 经文 语言 语言 亚顺 但是 难免不忠于原点 那玄奘大师 在易经上是主张 既需求真 又要了书 那他创了五不翻的原则 秘密 秘密固不翻 像 陀罗尼 本身是一个咒语 多意固不翻 像婆媳犯有 六个意思 就是后面这六个意思 所以就不翻 此方五 汉地没有 像 岩浮素 安摩罗果 顺于古力 像 阿妞多罗三 三不地 未生三 故不翻 像 般若 那上面呢 这边举的例子 是以 金刚金 前面的两分 左边的话是 九姆罗史所翻的 右边的话是 玄奘大师所翻的 光是重置数就可以看到 有明显的差异 纠摩罗史大师所翻的 金刚金 总共是五千多次 玄奘大师翻的 有八千多次 玄奘大师 他整个翻 易经 一直到达入灭 总共 十九年的时间 在洪福是三年 十恩是十年 西明是一年 玉华是五年 其中在慈恩寺最久 所以 他创的法像中 又 别名叫慈恩宗 他翻译于 《学士帝论》一百卷 唐太宗 亲自做序 叫做大唐 三藏 聖教序 那 最大部头 《大波尔经》六百卷 他翻译完以后 就觉得说 你可能不行了 所以在 六三岁的时候 《大波尔经》 《大波尔经》 每次这样想的时候 晚上就做噩梦 一脸好多次都是这样子 后来他觉得说 这可能是菩萨要他 就乖乖地 全部翻出来 所以他把六百卷全部翻出来 那 其实 他当初 回到 长安以后 他跟唐太宗 提的是他想到少林寺去议经 唐太宗没有允许 唐太宗就说 我已经帮你准备好地方了 就在我 在长安城这边 议经就可以了 就是当初都有一些 实在背景 有点究竟看管的味道 但是好处呢 也就是说 可以挤整个国家的力量 来提供给他 易经的资源 所以这个异常的组织呢 除了人员材料工具 经费等等的 这个透过国家的力量 是比较容易 那由于是人员 可以动员全国 找到适合的人才 那其实这个翻译 是非常专业 其实严谨的 他这边列了十个 角色 第一个是艺术 艺场的负责人 必须精通佛典中文 梵文 正义 正确理解梵文原意 沈阅译文 正文 听艺术高声奉读梵文 厌明原文有无错误 笔色 听着口译读写成中文 书字 根据梵文原本 用中文译出相应的梵音 罪文 调整文句结构 合乎中文顺序 参译 将译文与梵文 互相对照 以明证悟 堪定 堪消冗父的句子 论文 论色文词 求尽善尽美 犯贝 宋唱方式念出译文 检验音结是否顺口悦耳 可见了大家翻译的品质 还有严谨的程度 好我们赶快来看结论 提到玄奘的故事不能不提一下西游记 西游记是明朝吴承恩所著 中国的四大小说之一 他就是以玄奘大师为原型 根据大唐西式剧所著的一部 家户玉小的小说 那有关于西游记呢 各方看法不一啦 有人说这个是西游记是对 佛教的一些 轻慢 或是贬损 那是说把唐山上讲的 好像非常懦弱无能 然后孙悟空 好像觉得解悟空性的人 是猴子 猪八戒 受八官在线的人是猪等等的 但是又有说法是说 唐山上就像是我们一般修行人 那孙悟空就像是我们的 妄想杂念 一个镜头鱼一下就飞到十万八千里去了 那猪八戒就像是 我们摊着五玉一样 才赦明十岁 那不管如何呢 这个我觉得是持开放的态度 那就作者而言 他是因为要 重新再读一篇西游记 他想读得更深入一点 所以他就去研究 西游记的主角 唐山上 他的原型人物 玄奘大师 那被他的故事 的事迹所感动 也激励了他 就是说哇这样一位 发愿不愿艰难 然后历尽千辛万苦 完成利益众生的一位大师 这个故事非常值得出写一番 那作者呢他有考证了一下 他发现说唐朝最后一位有记载的到 印度取经的法师在唐玄中 法号就叫世悟空 然后我这边在读 原书 作者他在查资料的时候呢 他有读到日本国立东京艺术大学校长 平山玉父先生 他就是受到玄奘大师故事的激励 平山先生说 正在那时 二十岁的时候 处于平病 交加陷入绝境时 一位佛教大师的人生道路 给予我巨大的启迪 公元七世纪时 他从中国的长安出发 破国境 破湖口 沿丝绸之路悉心 开始艰难的历程 经历了十七个岁月 才从运渡取经回国 他就是玄奘三丈一位高僧 也就是西游记的主人翁 就是这位高僧 玄奘三丈拯救了我的一生 那其实我在查字教的时候 还有查到佛光山的依空法师 他的故事 也是 玄奘大师是他的偶像 其实我看时间不太够了 我就不提了 那第二个结论 玄奘大师 他是一个山藏法师 他是疫情家 探险家 外交家等等 那其实他沿途经过了这么多的国家 都能够顺利的 而且这些国家的国王 都非常尊敬玄奘大师 一方面也是因为 玄奘大师他本身是一位高僧 一方面觉得玄奘大师 他本身也有外交家的特质 那在当时的几大抢卷 像戒日王 西途爵的可汗 还有唐太宗 大家都非常的推崇玄奘大师 那尤其是唐太宗 一生 就是玄奘大师跟他都 接下不解之愿 那我们知道说唐朝 唐朝他们是姓李 其实他们是尊崇老子 为他们的祖先 所以其实他们是崇荡道家的 并不信佛 那只是说唐太宗 他为了在道家 佛教 儒家之间取得一个平衡 所以他也利用了玄奘大师 他的名声 那其实他们之间彼此也有一些 我觉得是角力啦 他两次邀请玄奘大师 还属 都被玄奘大师拒绝了 那玄奘大师想说要到 少林寺西玉经 也被唐太宗拒绝了 然后帮玄奘大师 著作大唐西玉记的弟子 因为跟唐朝的公主有实行 后来是被唐太宗腰掌 这也不看在玄奘大师的面子上 所以这个扮君如伴 玄奘大师利用 可见得他本身在外交上面 可能也算是蛮有天赋 那最后我引用 玄奘大师 毁奘大师 禁奘其良唐代间 高僧求法离长安 去人成百归无始 后者安之前者难 路遥避天为冷节 沙河遮日利皮蛋 后贤如未按时子 亡亡将近容易看 这些高僧大德 先圣先贤 就是 未法妄趋 利用 就是以他们的生命 换来这些 佛法的东流 那像我们在这个时代 要取得佛法 听闻佛法是很容易 那我们必须要感念 先圣先贤 没有他们的努力 千人众数 哪有我们现在非常方便的 能够听清文法 所以我们一方面对法要恭敬 要感恩 那玄奘大师西行 取经回来 利益后世 无量无数众生的故事 那我觉得 像我们修行 净土法门 也有类似的意义 就是说我们也是发愿 要求征西方净土 到那边去留学进修 那等到取得了教师的资格 也就是能够不退转的 再回到佛法世界来 来帮助众生 那我想玄奘大师 这一生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 那我今天的报告就到这里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谢谢石师兄 今天非常精彩 而且非常详细 详实的这个介绍 我之前一直也都 很有兴趣这个大堂习语记 那也没有那么深入的研究过 觉得今天听的非常的过瘾 不曉得大家是不是也跟我一样的觉得 好 但是呢 那回向的时间到咯 好 那 这个 哎 好 大家稍微等我一下 这个电脑怪怪的 好 大家回向记应该都记得内容吧 我现在那个画面开不太起来的样子 那就我们就直接来回向 好 愿 请不吝点赞 喝点缩 音乐 音乐 调音乐 愿得知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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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得知悔